在夜晚的香港一条主干道上 一辆汽车在急车当中失控 落下高架桥 在一阵闪烁的火光中 突然从一个椭圆形容器里 慢慢走出一个身穿关靴古装的长发男子 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名男子竟然像传说中的未来战士一样 能够飞檐走壁 他望着不远处的高楼大厦 灯火星光 记忆像流水一样打开了闸门 原来这个人名叫贺英 在明朝嘉靖期间 贺英、阿龙、阿虎、阿敖四兄弟 在朝堂内外赫赫有名 贺英奉皇帝旨意 前往印度寻找可以穿梭时空的质宝 时空金球 相传乃师婆神身上的洋物 而时空金球仅仅可以一人穿梭古金 且只可以用三次 贺英在归来途中 却突遇龙、虎和敖这三个兄弟 他们带着皇帝的旨意 和他杀害朝廷重臣杜大人一家 以及他通敌倭寇的证据 前来抓捕他 贺英解释未果 兄弟反目 无人信任的贺英孤立无援 在与众人打斗中 突然一阵地动山摇 遭遇巨大雪崩 众人均被雪崩掩埋 冰封起来 而到了现在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贺英站在夜色中 倍感迷茫 现代的万圣节 在香港可以说是非常热闹 在闹市吃面的贺英 还没有适应现代的生活 在痛作了戴着面具的牛头马面之后 遇到了一个都市女孩小美 小美带她去参加万圣节的party 贺英的怪异言论和行为举止 引来了人们异样的眼光 而在另一边的角落 贺英的兄弟 阿虎和阿欧也苏醒过来了 他们是来现代追捕贺英的 贺英跟随小美来到了她的家 她对现代的各种高科技产品 都不甚了解 甚至还喝了马桶里的水 当作泉水饮用 很快在小美的带领下 天资聪慧的贺英 适应了高科技的现代社会 微妙的情愫 很快就在两人之间蔓延 阿虎和阿欧二人 不停地在追捕贺英 双方在香港青马大桥上激烈开战 就在贺英与虎熬恶斗的同时 却遭遇神秘第三方发射的麻醉枪袭击 贺英中枪 旋即拔下麻醉针 朝阿欧的方向扔去 直接插入阿豪的喉咙 正当一辆小车撞向豪的瞬间 贺英一个滑脚解救了阿豪 而他自己却不幸被另一辆小车撞飞 直接掉入海里 这时感受到兄弟情深的阿虎 直接跳入海里营救 原来在贺英与虎熬二人的打斗中 还有一个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是他们三人的大哥阿龙 他是四个人中最先苏醒的那一个 他才是真正的反派 也是他在四百年前勾结倭寇 诬陷贺英造反 他之所以追杀贺英 是因为也想得到时空金球 继而回到古代 去救回他已被人杀害的爱人 三个月后 贺英和大哥阿龙 一起来到了一个洞穴 找到了穿梭时空的金蝶 用时空金球启动 就能回到了原本属于他们的时代了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改变历史 好了 今天就解说到这儿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